吉安乡庆祝双十国庆上午在希望公园举行的升旗建走典礼 乡长游淑珍、县长许中卫、立委复昆旗 还有吉安代表会、各个社团、各个村长和数千位的乡亲一起高唱国歌 向国旗敬礼,也共同建走在农村田园当中 用健康欢喜的方式来庆祝国家生日 国庆日上午,许多乡亲陆续来到吉安习望公园 大家带着喜悦的心情要参加国庆升旗建走活动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 三年多来吉安乡完成许多重点建设 都是仰来中央和县政府,还有乡亲的支持 未来四年,乡公园团队会再接再厉 打造更幸福美好的吉安家园 吉安乡的双十国庆一定是我们第四年的举办 无论是元旦、双十节 我们都要唤起 我们所有爱国家这一份热力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各位乡亲 把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都邀请出来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今天参加的 可以加正我们的风车 就是要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 关心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国家 我们希望借由运动城市 幸福吉安 编纷纷作为建设完整 来献给我们的乡亲 县长徐中卫、立委、傅昆旗也特别到现场 和乡亲们一起高唱国歌向国旗敬礼 接着在健身教练带动热身超市后 现场贵宾共同鸣敌展开了健整活动 旗队在前面引导 乡亲们接续走在后头 左右近视吉安乡自然美好的农村田园景象 111年中华民国国庆日 吉安的乡亲用健康欢喜的方式 共同来庆祝国家生日快乐 接着会吉安乡报道